在這個地方我們可以看整個台中市 七期的這個繁華的世界 景色非常有趣 它的餐點的包裝設計非常的好吃 你看手上也太好吃了吧 真的很爽爽 真的很爽爽 看起來是覺得效果就很棒 不然要去吃到嘴裡飲口 馬斯法羅戲是不是先融化 接下來外面的薄脆巧克力再跟著這樣子 嗨我是保羅 嗨我是路 我們是旅行優先 嗯 我們又來到台中囉 每次到了要拍影片的時候 就是我最開心的時候 因為可以一直吃吃吃吃吃 肆無忌憚的吃 平常不就在吃 哪有在減肥好不好 看你昨天還吃鹽酥雞 那是為了要戒澱粉 好的光明正代的理由 總而言之呢 我們這次是要來參加朋友的婚禮 而且是一個歐式花園戶外式的婚禮 很特別 我們還會順便帶大家去台中的兩家特色咖啡廳 還有一家有設計感的早餐店 當然少不了台中最新的景點 最後呢我們還會去吃一家日式炸牛排專門店 而且只有台中才有喔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走吧 走 好 Let's go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中獨有的特色早餐 就是那個部門早餐 這一家呢 目前在台中有三家分店 那我們來到的是西圖店 那這家早餐店呢 非常的特別 首先從它的外觀 它的光光 可以看得出 跟台式早餐非常的不一樣 那這間西圖店呢 它是非常的有工業 可以保留 肉房子 它也有滿滿的槍 素質 然後獅子地板 有肉和的美感 非常的有設計感 跟我在買的看到的一些 特色咖啡店呢 我非常的想像 而且呢 這餐點的包裝設計啊 也跟整個店店的設計一樣 非常的不錯 但是東西很好吃呢 我們現在就來吃吃吃看 我們總共點的四樣餐 它第一個呢 就是它最重的 口味的 就是我們 台式早餐之王 就是蛋餅 它這邊蛋餅不一樣的地方 它是輸 蛋 我們點的蛋餅口味 也是非常特別 第一次在早餐店 在那邊夾的是 我們台式呢 我們宵夜餅 就是鮮素雞 肉真的很鮮素雞 很好吃 如果它是出現在宵夜的品項的話 哇 應該會買一套嗎 那是酥皮蛋餅啊 餅皮真的好酥喔 我覺得酥皮蛋餅 加上鹹素雞 這個醬汁 真的是特別又好吃 第一次吃過 那有酥皮蛋餅 不錯喔 那這個酥皮蛋餅 如果蛋餅的話 是技術的餅 然後我們又加了一百 一百升級 金餅套餐 那這個金餅套餐呢 它有包含一小 和式香腸 一片薯餅 美麗西 就是花球 我們要吃 紅茶的神奇 早餐奶茶 早餐奶茶 早餐吃到雞瓜 就不是那種 接下來要吃一次 紅茶奶酥後餅 好吃欸 所以也好吃 它有點像是在吃 法國麵包那種 我滿過程的 是紅茶奶酥 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紅茶奶酥 很香甜好甜 然後有紅茶味道 它麵皮的香氣跟紅茶奶酥的味道 它麵皮的香氣跟紅茶奶酥的味道 這樣子 跟在一起 其實會有一點點享受 那我現在已經講完了 還能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吃到 給大家 接下來我要吃的這個叫做 甜霸 然後麵粉 那個外面是用素麗蛋餅 那裡面也有包了霸 它主要是賣甜的 它主要是賣甜的 這還好 這個這個是大火的老味道 它用的是紅茶奶酥 紅茶奶酥其實是好吃的 但是因為 它這補子也有點 再加上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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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起來 是不是這樣子啊 就是 欸 有點像客人 這樣子 如果是紅茶的話 如果是不好吃的話 如果是不好吃的話 就是 不會給大家也不好吃 不會講好聽 這家店很適合帶外國人 就在這邊吃 它的食物非常的不在地 而且它的裝潢又非常不促進 所以我覺得我們吃 因為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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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好 現在旅行優先呢 來到了 位於台中 中心金貢大樓16樓 台市咖啡廳 那這家咖啡廳呢 真的是來頭不小 它是由日本 剛來的冠軍咖啡廳 出開咖啡廳 在台灣的台中 我們只有兩家店 那這家店是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平常看整個南宋寺的七級的 整個繁華式 角色非常的陸續 室內呢整個是一個純擺設的工業風 再搭配上無印良品風的 木質調的裝潢的家庭 空間呢非常的開闊 非常的舒適 剛剛進來啊 哇 我又回到日本了 很像那種六門路高空景觀的感覺 非常棒 旁邊有一個角落 是一個吧台區 它又把它改造整個日式採透 有白色蘭花啦 巴牌上去啊 還有流星的樣子 整個非常的有韻味 這邊除了現場販賣的喝飲用的咖啡之外呢 它還有販賣咖啡豆 咖啡豆的前面都有放一瓶小米的蘭石 那聞過之後呢 買的不錯的話 再買它的咖啡豆去買 這邊的點餐方式呢 是每個人滴下一杯飲料 不限時 如果是人滿的話 我們才有兩個小時的限中 這邊飲料其實蠻多種的 衣絲咖啡還有手衝什麼樣子 這邊的配方啊 因為它是有做過冠軍的台灣 所以它有一些經典的配方 我覺得都蠻值得上市 我比較喜歡喝的是 有滿滿的一間奶茶 因為牛奶的部分還有乳湯 所以它會有一點點甜 會捨放在裡面 所以我比較喜歡喝奶茶 然後點了這一個是 它的摩多配方 因為它是來自於 福岡市的摩多區 我覺得跟那個摩多拉麵一樣 它這個呢 雖然是 大概是中生培的咖啡豆 但它的味道 並不會太過的濃厚 不會太過膚色 還有一點淡淡的柑橘 然後焦糖 還有一些整體香氣在裡面 咖啡的皮 也有多於多買一些 所以它的咖啡味道很舒服 很舒服 好味 那接下來我們的第二杯飲料 是因為保羅他不喝咖啡 所以呢它就點了 咖啡味的奶茶 好合理喔 它這個咖啡奶茶 也是用它的福多配方 你攪拌下去 我好歌喔 好萌喔 是用它的招牌咖啡 咖啡味呢 咖啡味呢 特別香 我覺得不錯 這個招牌咖啡奶茶 真的是要特別推進去 所以像一般如果 比較不會品嘗咖啡的人 建議可以拉這邊點它 有奶茶 再展開 這個很灰耶 接下來我要吃的是 台中旗艦店限定 這個天神 你知道我都沒問題 日式布丁啊 最近在台灣是非常有型的 那一入口它的蛋香 我覺得非常的濃厚 口感是非常花俗 除了這個之外啊 我覺得它的甜度是也太甜 然後那個咖啡奶茶 就像是炒咖啡奶茶 接下來我要吃的這一款 是圖拉美酒 比較不一樣的 可以拿著造型 做什麼 就像是球裝 這樣挖下去 發現裡面其實層次蠻多的 這個外層呢 除了有薄脆的巧克力 另外呢 接下來就是馬斯卡的香水 新人蛋糕 手指蛋糕麵 它的蛋糕呢 有浸泡咖啡在裡 所以它的咖啡香氣 是很香的 而且有酒味 很久有些味道 味道很工作味 像去吃到嘴裡以後啊 馬斯卡的起司會先融化 接下來呢 外面的飽水場 會再跟著這樣子融化 所以不論在味道 或者是口感上 都會展示變化的感覺 好吃好吃很鮮奶 真的很好吃 所以要再享受 我覺得這個地方真的是 非常的放鬆 來到這裡 很享受一下 放鬆舒適的日式 然後 然後喝好喝的 好像沒有吃好吃的 就這個口感真的很棒 蠻值得玩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一家 藍山京都熟成牛角子 它菜單有很多 然後我們點的是 雙人套餐 它有1280跟990 點1280 主餐我們選兩個 一個是炸的 雙醬紐約克牛排 炸牛排 另外一個是 特上帶骨牛小排 動飯定型 這個要加100塊 套餐有還包含甜點 跟飲料 那我們現在要先來吃什麼 當然是炸牛排先吃啦 它先炸好三根熟 它有附一個烤煮 然後在上面自己做鐵板上 可以移到自己喜歡的熟度去做鐵板上 沾一點牛 不然它會有 點的焦點 稍微放一下就好了 放太久會顧水 好吃耶 好吃耶 而且肉香很香 它有一板肉跟紐約克 很簡單這個是紐約克對不對 紐約克是油花會比較多的 對 我們比較喜歡吃油香的東西 網路啊 它這個牛排 它有六種吃法 就是你可以加三口 但是我故意想說 照片在這裡 你還可以沾玫瑰盤 還可以沾西味蠣 還可以沾西味蠣 調味盤它還有醬油 蘋果、咖哩 很多種吃的嗎 這一包也是還有附一個飯成分 你看熟蛋也太好吃了吧 我聽懂 那個蛋味跟肉味 搭配起來的香味 真的是很好吃 對 而且要配的 它白飯的品質不錯 這個飯吃起來了 非常的Q 不會過於軟的 它的味噌湯 高麗菜絲 還有好吃的白飯 都可以進去 接下來我要吃的這個 應該也是非常下飯 要吃味噌燉牛肉 而且要加五塊 這一塊是很瘦香 沾一下這個醬 整種菜 很好吃 好好吃喔 非常好吃 先吃好了這一塊是牛筋 整個燉得非常的軟 好像是棉花糖一樣 鹹的棉花糖 然後肉香 味噌香的棉花糖 這個非常下飯耶 我覺得這個很炸牛排跟牛筋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覺得這個智慧蒸燉牛肉 真的是魚瓜家的味道 就像這一道叫做 特上代理牛筋 豆飯定吃 這個牛筋 就是像三蛋 看起來是覺得效果就很棒 它吃到下面的飯 你現在拿這個盤子 把那個肉一夾下來 它裡面有一塊蛋耶 它有蛋 不知道可能會有這樣 這個是醬燒牛小排 沾醬然後下去烤牛小排 所以牛肉的香氣 還有它醬汁的味道 跟它一樣 對 它因為是牛小排 所以它的部分帶有油花 所以油脂香又非常多 很香耶 對 你把那一塊油花都給我吃 我們剛剛點的這個1280這個套餐啊 有三個肉食料理 一個是炸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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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醬燒牛小排肉飯 我覺得這三種啊都很好吃耶 三個都很驚豔 那我個人的話 我自己比較喜歡炸牛菜 你覺得跟台北吃到的那一家炸牛排排很強 哪一家啊 這可以養的 這是雞蛋 我覺得這家的比較好吃耶 怎麼辦 它贏過日本的了 金藥餅的話 我還是有比較 冰頭好的料理 就是這個四味蒸燉牛 真是有夠好吃 而且很下飯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這一個 特上牛小排燉飯飯 第三個才是炸牛肉 下一集 旅行優先 將帶領小旅班們去逛台中最新最夯的網美景點 並享受美食 還體驗了一場南法風的浪漫戶外婚禮 千萬不要錯過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集見 小鈴鐺 還有多好下 小鈴鐺 小鈴鐺 另一條小鈴鐺